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0日 刚才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一篇文章 这个题目是很耸人听闻 估计点击率肯定高 传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 曾险遭暗杀 给大家看过这个截图 这是网上的截图 这样的文章肯定是 很多人感兴趣 比较猎奇 那么根据网上的消息 他披露的讲的是 这个消息是在2016年2月份 也就是在新年过后5月 说是中阳警卫局 在监听有关电话当中发现 说有人准备对彭丽儿 采取这个极端的手段 就没有想到插到半天 对方竟然杀手 竟然是一个武警的军官 于是说是这个 对他的上级下级 当时全部都抓起来调查 那么结论没有做出来 到底最后怎么处理 那肯定是命而不宣 那中共要杀一个人 不会大回事 何况这么大的行动 假如真有的话 我相信 不光是他本人 很可能他的上级下级同事 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那惩罚的力度怎么样 总共一贯是这样 不可能把这个消息公开 那么2016年到现在 那就是四五年的事了 四五年的事 为什么现在透露出来了 和现在目前的行事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习近平搞这套这个极左的政策 特别是港版 这个国安法的出笼 其中有些条款 涉及到了所有的人 你在全世界各地 不论在哪个国家 在自由的环境当中 法律规定是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你的文章 你的言论 如果说 伤及到了中共 这个和香港有关的 这一些 这一些这个领导 特别是批评 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 那么 如果再参与了 这支持 这个香港的一些 这个 反送中的 这样的一些人士 那你很可能都列为 就中共要抓捕的这个敌人了 这等于说是向全世界 宣战了 因为你想 港龙包机 很多人都乘坐了 一旦乘坐的话 他就可能被你抓起来 就给你强加罪名了 你想这打击有多大 那当然还加上 在这个港版国安法 出台之前的一系列政策 对美国的政策 台湾的政策 这个等等 所以说使这个习近平 特别鼓励 尤其是最近 那么美国反应非常强烈 一方面 这不是八国联军 现在是百国联军 目前能够点出名字来的 就是目前已经 是非常坚定的 站在美国一边 那就用六七家这样的 六七个国家的 这个军队 今天看到消息 你想日本 印度 等等 五眼联盟 几乎都是 站在美国这一点 给宋国施压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第二次返回了南海 那么另一方面 就是公布 即将公布什么 制裁九千万共产党员 这个政策 这个事情 真是 影响太大了 尤其有这个 郭文贵和 把财产办到美国 把财产办到美国 存放的 钱 放到美国的 包括这个 其他的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洲等国家的 那不都是这个 既得利益者吗 除了官员 就是商人 你想 这些两面人 那肯定是不赞 这些习近平这个政策 所以说 内部造成了 这个分裂 造成了内斗 现在这个情况 就非常的严重 你可以想象 这些父母 中国的父母 都是为了孩子 贪腐也是 冒风险 也是为了小孩 把钱都赚过去了 特别是中南海 那些大佬们 二代三代 这个太太 小孩 情福私生死 等等 这个如果美国 真是能精细地 进行这种制裁和打击 那我相信 可能就坍塌了 就不用战争了 可能也就 内部也就分化了 因此呢 这个北戴河这次会议 八月份要召开 是不是提前已经布局 那么 这些元老们 历任的元老 再加上既得利益者 中央委员 后部中央委员 这些人 会不会集结起来 给习近平施压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 与此同时 那肯定呢 这种传闻 刚才讲到 这旺旅员遭到 暗杀的传闻 也就胜心了 因为什么呢 即使不是真的 也是什么 也是 这个一些人的一种愿望 因为人们对习近平 知道政策 那这是 现在党内也有很多人 那是 非常反对 因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都非常担心 担心 这个自己的利益 受损 那肯定呢 是不敢公开的 这个挑战习近平 因为他的权限太大了 党政军都在他手里 尤其是他掌控的军队 又是攻减法四 他靠王小红掌控的 公安局的这个刀把子 靠张又霞掌控着 军队的枪杆子 这两个问题 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有些人 有可能采取一些暗杀手段 这也是在 可以想象当中 所以说 针对这个彭立元这些传说 不论真假 至少表现什么 表现出一些党内的 军队里的一些人 对这个习近平的憎恨 就希望他能够 就下台 人都是这样 往往这个政策 过去极端 人们都有一种幻想 换了人是否就好一点 但也不一定 只要中共 这种极权体制不灭亡 换了什么人 我估计都是一样 只不过到了习近平时期 实在做的是太过分了 这个我们知道 习近平不仅本人 这个恰亲属 在这个 这个加拿大 姐姐姐夫 深夜 和这边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她女儿也在美国读书 在美国读书 你不可能不立账号 是不是 经济上可能也有一些 这个把柄 空着在美国手里 所以美国现在是足够的出招 一点点 先是心理战 信息战 把这个制裁 九千万党员的消息抛出去 造成你们内部的分裂和恐慌 然后 再 钻住 这个最高的领导人的 这个海外资产 再进行啊 下一步的 这个释放 这样就使一些领导人的 这个形象就崩塌了 否则 习近平很紧张 我看今天新华社 这个发布里的消息 出版了一本书 什么书呢 习近平在福州 出版一本习近平的著作 出这东西其实没有用 因为什么 美国还有一招 现在还没拿出来 我估计下一步 很快就会开始 信息战 心理战升到一定程度 可能要颠覆 这个中国这个防火墙 要推倒这个防火墙 一旦推倒了 国内老百姓 用手那么轻轻一点 在那个iPad上 这个就可以看到 这些海外的新闻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鱼龙混杂 就算是万分之一是真的 你想 老百姓也是感到 上哪首席 你看 这个原来 你过去讲这么好 是这个廉政啊 打击政敌 反腐 原来是你比任何人都腐败 你自己还有前村的海外 假如人在把 你自己亲友 这个名字的啊 这些账目 再给你发到网上 你想 这个过去的渔民呢 很可能成为暴民 这个中间 一般来讲没有过度 中国老百姓就这样啊 六四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着 那么人们一旦看着 是受到了欺骗 以前这种愚忠 是受到愚怒 那人们爆发的一种 这个行动就难以想象了 这个和我老爸 五十年代的情况不同啊 那时候毛泽东 哪有钱在美国存放着 江青接受记者采访 讲一点个人的故事 过分一点 毛泽东都非常生气 都狠狠地整这个江青啊 你更何况你这个 这个四人帮那些人 难想象他们有钱存在美国 所以那个情况和现在 既然不同啊 那五十年代 这个志愿军战士 这个毛泽东一忽悠 斯大利一忽悠 那就凶酒又强 跨过牙鲁江 为什么 那时候你想 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 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脑 人们只能听共产党的忽悠 而且那个时候 的确共产党在建国出气 还是有一点理想 虽然他也是乌托邦啊 但毕竟还比较存啊 你现在不同了 现在这些领导干部 这个除了这些 凤帽领角 像李瑞这样 还有点政治理想 那其他的党员 入党 都是为了升官 升官都是为了发财 发财就可以转移到海外 都是精致的立即追之来 所以说美国这次打击 就是抓到了这个要害部位啊 一旦是制裁这个中共高官啊 这个九千万党员啊 而且重点是争取 这高官们的个人的财产 那回家这孩子们就开始闹了 所以说就北戴河会议没开之前 我相信肯定是传属蛮天飞的啊 包括刚才讲的这个 朋友遭到这个暗杀的情况 或许有或许没有 这些东西我认为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它造成了中共党内的一种恐慌情绪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啊 确实是已经没有路了 你在这个自己虚构的一个虚幻的 这个太平盛世当中 你生活 你根本已经留下的日子就不多了 你看现在我今天看到 这个网络上的一些 很多这个报道啊 其中讲到这个维尔联盟的一些行动啊 你想连英国现在都要宣布什么呢 制裁中共这个狗狗 下一步也很可能啊 跟随着美国 美国如果提出制裁九千万党员 把这共产党列为非法组织 或者列为恐怖组织 想要员工仪和国文贵提出的方案的话 那加拿大肯就跟上了 加拿大已经开始进行 马格尼斯法案的啊 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处理啊 你像澳大利亚 再加拿大法国德国 等到全世界所有的制裁中共党员 那加拿大你过境的时候 你要必须发表公开声明了 你不是党员 你是党员 干嘛你撒谎 你留在海外的财产 就要法庭就要没收了 这样一搞的话呢 一夜间就崩塌了 你想 党内就很多人 包括那些元老人啊 已经退休的 像江泽民啊 朱镕基 温家宝啊 这个等等等等 历代历届的 这些领导人 只要活着的啊 或者是他死掉了 但他的孩子二代三代 那些小粉红人都马上就变 变野岁了 为什么小粉红 爱的不是国家 爱的是钱 爱的是色 爱的是美国啊 这是他们真实心理 谁愿意都回到中国去 这个接受共产党的教育 就不用讲别的 就每天开会这一条吧 人整人这一条 办事必须得 请客送你拉关系 谁是当官 谁就是爷呀 谁不是当官的 你撤职了 或者是你免职了 别人就把你形同路人的 那种威力仕途 我过去是体会太深了 你在位的时候 人对你点头还要 借你的大招 你等你不在位的时候 权力没有了 人在大街上接着你 脸一扭 都不打理你 是不是 何况还有些坐牢派型的 是吧 所以说小粉红们都是 这个典型的生机版的 精致的力气处置 还有这些海外所谓的侨领 你别人着急 这就是中美开战 你跟我来夸台那一天 这些侨领 你夜间马上 这个迅速的枪口 就倒转过来了 因为他们都是立即追射 都是有利益 你想想 讲的真制裁的话 把你过去这些侨领 这些加拿大美国 都把你赶回中国了 你看你愿免在中国生活吧 社会主义好 习近平好 一党执政好 米国在一党执政下 你看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享受着自由的阳光 让你随便办报纸 随便讲话 随便在这个地方 挑战挑战 批评批评 特鲁多霍尔斯川普 你试试看 是不是 不用催 两面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像过去那种气强败 两面通吃 你必须要选边战队 而且要必须坚定地 站在自由 一边 法治一边 阴主一边 你否则的话 你怎么生存 现在已经 这方面已经非常明显了 全球灭共 已经形成了共识 所以说连这个习近平的家人 我相信 彭丽媛可能 这个女儿习近平也不一定赞成习近平的政策 因为这种政策本身也伤及到他们个人的利益了 你想你维持到最后 这是美国就百国联军的兵临的男 真给你开战的 那么你们逃 失败以后逃到哪里去 没有地方逃 逃到非洲 一带一路 给钱 养你们 是不是 能在党内呢 党内一旦你战败了 就算不搞核武 不打核战争 那么你党内的李克强派系 人肯定要整你了 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 而你要想搞核武器发飞弹 美国的萨德在那等着你呢 能不能发射出去 是不是 所以不要想象那么简单 人家的航母有多少 你这个航母才几艘 人家是核动力 你是蒸汽 是不是 人家大黄蜂在甲板上 日夜起飞 你是晚上就是瞎子 对不对 你是一个国家 就是和伊朗这个流氓国家结盟 俄罗斯是开热闹 人家是什么 你想 多少国家呀 根本都不是一个体谅的 你就是鸡蛋 碰石头 所以到那时候 人家太太小孩 也是不赞成的 何况 这个北戴河会议 马上就要召开了 本人认为 习近平不一定能 卖过这个北戴河这个坎 搞不好北戴河会议 这么多的元老 加上党内的反对派 群其而公私 应该能在党内 遭到这个证诉 因为什么呢 这个习近平这种政策 已经处于在国际上 出孤家夸人 在党内也是失去了很多的支持者的 你否则的话 不会这么长时间 这个胡温 这些老前辈 就不出来站台了 只有温家保 是兰州大学就发表了那篇文章 也位于他本人的本意 而且现在这个北京这个卫戍区 就死定中不断的坏人 我看今天海外这个报道了 这个原先信任的这个 叫王春宁 已经命 这个已经 这个调离了 现在变成了这个 叫富文化 那为什么变来变去 就是不放心呗 对 怀疑所有的人 真是草木皆兵 这个人人都不信任 你想这换了多少叉 是不是 两会前后都在换人 你再换也完全敢 你为什么这一套 这个向左这个倒退的 逆历史潮流这个政策 这是不得人心 也不得什么军心 党心 民心 人人责物 所以说最后把自己走到一个绝路 你想 现在连这个 这个菲律宾 越南都是火大 而且这个 这个美国蓬佩奥 已经公开的宣传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南海主权的问题 过去是叫中国的专属 经济区 现在人家也不承认了 四年后给你发布这个声明 那就等于说 人家在南海的问题上 准备联络 联合这个 越南 菲律宾 要开战 一旦开战 就打破了僵局了 两面派 两面人 全变了一面人 包括党内的元老 和党内的这个对地派 等等 你想 这个前景价值怎样 所以说 本人认为 这个彭律宾这个传说 遭到暗杀的传说 也可能是一个 这个中共内部啊 权斗的一个小插曲啊 但是他们更大的麻烦 预示着他们更大的麻烦 像在这个后来啊 你想 我估计啊 未来的几个月啊 最多是几年 人家看到啊 这个 统治中国啊 这个如此之久 如此顽固的啊 中共政权 终于崩塌了 一个大革命的时代就来临了 华村也不是讲了 让暴风雨来的就更猛烈些 你看看吧 暴风雨是什么样的 当然华村也就两面人 把自己的小孩放在美国 别着急 美国下一步肯定要制裁 到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暴风雨的自卫啊 那么 即使来了暴风雨啊 我认为 中国付出一些代价啊 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也是值得的 因为没有办法啊 正专制集 专制集权统治者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啊 绑架了14亿中国人民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美国考虑的问题就 纠结点就在于 怎么能够代价少一些啊 他们要结束一党专政 但是他们是 还是为中国14亿 这个人民在考虑啊 因为他们恨共产党 他们不恨中国人民呢 否则人家不可能 在数十年来帮助中国建设了一个繁荣 原本是繁荣富强的这个国家呀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贸易的收看 谢谢再见